下一首歌叫《就這樣》 然後也是大學的時候寫的 然後這首歌給我的感覺是一種甜甜的這樣 然後粉粉的 就是當時生活的那個氛圍是這樣 然後就是想說 因為寫歌就是要把當下的感覺記錄下來 是 所以你那時候寫這首歌是想著我寫的對不對 對 原來是這樣子是 哇 別發現了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們兩個雖然是就是都在玩在一起這樣 可是其實我們大學是不同的不同大學 他在東華念就是就是念東華大學 對 然後他在高雄中山大學 對 所以就中間有隔一座山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平常在寫歌或是練團的時候 其實我們練團都是遇到才會變的 然後寫歌的時候我們都是 譬如說他今天寫了一個詞 然後丟給我 然後我就揣摩他的想法 然後就丟回來 就丟來丟去 對 然後這首歌就這樣完成了這樣 對 有時候是他自己寫完 有時候是我自己先寫完這樣 對 所以就是 那時候覺得 那時候就覺得這樣玩音樂很好玩 然後每天就是期待 就是如果有在做音樂的話 就是每天就是期待 有新的東西出來 好不好 不是什麼期待什麼他密我 還是什麼 期待他的出現之類的 越講越奇怪 我們怎麼會這樣 你離我遠一點 好啦好啦好啦 然後 對 大概就是 我們的創作模式大概是這樣 以前是因為身份都一樣 都是學生 所以譬如說 大家考試時間都一樣 所以出去表演 或是比賽 都會有一個正常的時間 大家可以弄得出來這樣 那現在就是 我是社會人士 他也是學生 所以 就是以後不知道 還會還有沒有機會 就是 可以 這麼常常玩在一起 對 怎麼突然變很感傷的那個機會 喔 喔 喔 對對對 我們趕快唱好了 我們趕快唱 好 這首歌叫就這樣 就是嗎 那麼 然後 就這樣 你也不會 有一點 這麼多 你喜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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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沒什麼想要 只要在你身邊 感受著你的微笑 感受你的好 想進去所有你的每分每秒 藍藍天空 純白色的雲朵 輕輕地飄動 想起你的溫柔 早就現在 掀進你的美中 能不能來救我 就這樣就好 沒什麼想要 只要在你身邊 感受著你的微笑 感受你的好 想進去所有你的每分每秒 藍藍天空 純白色的雲朵 輕輕地飄動 想起你的溫柔 早就現在 掀進你的美中 能不能來救我 藍藍天空 寔白色的雲朵 輕輕地飄動 想起你的溫柔 早就現在 掀進你的美中 早就現在 掀進你的美中 能不能來救我 能不能來救我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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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來救我 救我 谢谢